好 台三线苗栗路段呢 又出现了大批重击骑士呼啸而过 让当地民众真是不堪其扰 自己就拍了引带 强调呢 停在路边的轿车 经常就被这些摔倒的骑士给撞上 非常的倒霉 而这些重击骑士呢 甚至还会派出哨兵 来看看前方有没有测速照相 接着后方就大批人车 在高速的通过 让居民大叹 可不可以不要再往我家撞了 台风一过没下雨 台三线苗栗路段 重型机车全都出笼了 但是车速一快一不小心 哎呦 不带滑倒 还撞上了路边的轿车 当地的居民说 可不可以不要再往他们家里撞了 那边跌 这个跌两次啊 那边跌撞到电线感觉两次 然后说那我放车子 那边那边两次 所以我看电线看看 问题出在哪了 因为重型机车车速快 其实有喜欢压车过弯 路边的车辆合法停在一旁 但机车一摔 碰的一声 注目成了最无辜的受害者 警方说因为重机长超速 事故当然多 远警当然要使出新法宝 把最新款的超速照相 摆在容易超速的地点 杀鸡紧猴 大伙果然乖乖起车 但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重机的车队甚至像军队一样 先派出哨兵查看前方 随后大批人车才通过 一方面查看路况 但更重要的是看有没有警察 才能够肆无忌惮 重机其实常说 因为车子马力太大 台湾的道路速线太低不合理 但毕竟马路是大家的 警察只好连利风行天天查 天天照相 杀鸡紧猴 中天新闻江建中苗栗报导